吉安国中在11号上午办理了现议员张正志讲助学金的颁奖仪式 一早金网集团的执行长林明海与吉安相名代表江景文 就一同来到了吉安国中 以实际的行动投入社会参与 支持花莲学子更好的教育资源 也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 现议员张正志讲助学金颁奖仪式 11号一早就在吉安国中举行 金网集团执行长林明海与张正志议员的夫人 江湘明代表江景文一同来到现场 给优秀学子最真切的加油鼓励 并执政讲助学金给30位表现优异的学生 这些讲助学金对每个小孩来讲虽然不大 但是至少在他们心中种下一个爱的种子 能够让他们知道说这个社会是有非常多人在关怀他 让他们产生一些比较正的能量 在他们学习跟常常的过程当中 确实能够产生一些比较正面的能量 能够往上去发展跟学习 所以我们也感谢张正志议员的安排 所以我们在这过八年来 我们陆陆续续走过了一百多个学校 能够开始慢慢的把这些种子散播在这个花莲的土地上 吉安国中校长刘启明表示 感谢张正志议员连续八年 办理办证优秀学子讲助学金 让资源较为不足的地方校园 也能给同学在生活与学习 都受到很大的鼓励与温暖 我们吉安国中算是比较不三不四的一个学校 没有靠三边也没有不在市区 我们是在一个市区边缀的地方 我们的资源没有像市区学校那么的丰富 也没有像三边资源那么多 虽然我们算是非常比较孤单的一个学校 然后呢有这些资源的挹注 对我们小朋友的学习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注意 然后呢也会让小朋友更有动力去学习 张正志议员已经连续八年不停办理 奖助学金发放 免利有成长有进步的同学 奋力向上 多年来已经陆续开花结果 也希望收到奖助学金帮助的同学 在未来一旦有机会能够有能力回馈社会时 也能尽一份力量协助需要帮助的学生 记者吉安香综合报导